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剧场芳草碧连天的真实人物 魏良旭师兄 这张照片是2013年5月 他在海地首都太子港 参加御佛典礼虔诚的模样 今年55岁的他 早在儿立之年30岁 就创业有成了 20多年来 在水电空调的专业领域 认真打拼 也在慈祭的大福田认真的耕耘 创意无限的他 甚至在两年多前 还成立了 真爱演剧团 你看他不仅自己粉末登场 他还写剧本 自己当导演 去年的除夕夜 还受邀回到花莲 镜丝金色演出 得到了满堂喝彩 只不过 一位戏剧的门外汉 如何透过真爱演剧团 来弘扬佛法 传递人间的大爱美善呢 今天就透过影片来认识 卫梁旭师兄精彩的人生故事 这长得像一群吗 我会在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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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钓 这有钓 你穿这双双下去 有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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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钓 有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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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军于2010年的珍爱演剧团 主要班底都是以石叶家 与慈济志工为主体 平时各自忙碌 刚从机场赶到活动现场的陈明泽 连忙跟着团长魏梁旭练习走位 身兼编剧导演的魏梁旭 还得记得每个人的定点走位 万一团员无法前来 就得自己亲自上阵 结果都买不到说缺货啦 卖得超级好 我跟你说 你假如没有烧配风吐给我的话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要的 老爸不要回来找我 不要回来找我 我会记得上非常非常多的纸钱给你的 陈霖子 你怎么在这儿 是啊 卫良姓 你又来喔 是啊 你本来不是身体很用吗 怎么这么近就走来 来 我就去碰到很坏 很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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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发生灵害肯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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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是他多數靈感的來源 我有好幾部好幾檔戲是在那個 那個什麼水淺的時候產生的 那個念頭都在那個時候產生 因為那個時候一天到晚在比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念那些歌詞 那我我常是這樣 我念到那個歌詞我心思就飛走了 然後我就想到那些意境 我就自己開始去編那些意境出來 我很希望是其實我只 純粹供應劇本就好了 然後全世界各地的慈濟人他們有需要 我就給他們劇本他們就可以去發揮這樣 就是很生活化的一個傳法 然後用很簡單的方式去傳法 其實我這個眼睛也不太好 對 所以當然也有可能這個眼睛 有一天也像他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就萬事休了你知道 大概沒有什麼機會再出去做了 對魏良旭來說 劇團的成立就是傳法的開始 有越多人願意參與演藝 正法就能透過戲劇傳遞到觀眾的心中 一四位都是本書 對 對 人生青春大舞台 好出唱歌都公開了 今天大愛人物是仿佛變成了大愛會客室 因為兩位都是大愛劇場的這個本尊 一位是我剛才開展就介紹了 芳草碧連天的本尊 我們的魏良旭師兄感恩 阿明師兄好 全球的觀眾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我們這個草山春暉的本尊 高明善師兄感恩 阿明師兄好 全球觀眾好 兩位聽說啊 不是禁辭自己才認識的 早在早在您 而立之年創業的時候 他就是您的客戶 對 那時候你還記得這個年輕人嗎 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做 從藝術轉到證券院 我要辦公室的裝潢 還有銀行的裝潢 就是承包給他 這樣 所以廟友真空 真空廟友 一切都是好音樂 特別是剛來我開場就特別強調 珍爱演剧团 虽然这个教团的名字 不是你好的 但是发想是大家 共同集市广义说 我们要怎么样 把一些正确的观念 来呈现给师兄师姐 透过共修的方式 让大家更了解更入法 结果是你开嘴说 那要说还不如用眼的 对啊 开始都没有剧本了 一开始就把 找几个师兄师姐来 然后就跟他们讲 剧情的大纲 然后每个人都会加持 那怎么办 上台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控制了 你不说拿着遥控器 把他们剧剧剧 向左向右开口闭口 对啊 后来一个厨师就说 你们是有点爱演的 就变成真爱演 就是这样来的 真爱演剧团是这样来的 那我想请问你 你是从小就是 欠败败败母台的人 还是压抑久了之后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舞台 把你的才华全部宣泄出来 我不懂 你的细胞里面有 有這個細胞 演戲的戲這個細胞嗎 應該有吧 因為本來小時候就比較喜歡表現 這樣喔 然後主要是以前常常不乖 常常蹭課 這樣 蹭課回家裡 我們爸爸都會問 你是為什麼這麼晚這麼回來 然後我就編一大堆故事給他聽 所以從小就不斷地歷練 我看那個照片檔案照片裡面 有一個2011年水綻的短劇 我發現您坐在舞台上 您的左腳前面還真的有個人面窗的人頭 窗影像發想耶 真好 這就是我們在唸水綻的時候 然後就知道這個原浪展曹措 然後曹措找物達國師找了時事 我那時候在想說 他那個人面窗應該非常的恨物達國師 因為他追了他時事才追到 然後曹措被滿滿操斬 他一定很多恨 我覺得說應該讓他們有對話 讓著面窗跟物達國師有對話 讓著面窗把他對物達國師的那個恨 把它講出來 所以你挖一個空 讓人的臉露在外面呢 對那個石頭是假的 石頭是FRP做的 所以石頭的後面是空的 所以有一個師姐就趴在石頭裡面 然後 那個是個師姐啊 對 我請一位比較嬌小的師姐 嬌小的師姐 那是你的酒店裡面這樣 對 然後我的左腳也是假的 對 所以當那個庫館撩起來的時候 觀眾會嚇一跳 真的好人耶 就看到一個真人的臉 其實這個劇本喔 透過你的小師啊 可以來呈現 讓大家更簡單的了解 不過我們每個人的劇本 上來都說嘛 我們這些人 根本這些人就好啊 那到底要怎麼演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如是因如是果 你以前有想過 無常 會誕生在你的右眼 在你還這麼年輕的時候嗎 對啊 說那個時候我才四十幾歲嘛 好像四六歲 然後 我那時候醫生跟我講說 我這個眼睛大概 大概 從此以後大概不太 不太能夠看得到東西啊 然後 我開始 我才會警覺到說 其實無常隨時都在身邊 這個事情我想高志兄 可以當一位見證者啦 過期可能他就很認真你做了 但是那個眼睛的事情之後 他是不是 好像噴射機那樣噴的啊 他是對詞記 看得更清楚啦 看得更清楚 只剩一個眼睛 他看得更清楚 還更深入 他的投入就是更 用心啦 包括像 組合屋啦 還有這個 佐進災區裡面 他就特別的有愛心啦 看到苦難的人 他就 就會落列 他就一直想幫助他 就是那種積極的那個態度 是我很佩服的 所以就誠如上人靜世宇說的 缺腳杯子似為緣 雖然一眼的視力 出狀況啦 不過啊 看得視野更開闊啦 您的專業也讓台灣 慈濟的愛送到了海外 不管在星巴威或在海地 都可以看到你的巧思喔 怎麼說呢 透過影片一起來了解 這個就鎖那個魔術棧啊 魔術棧啊 然後就直接扣上去 就不用鎖釘子 很快的 所以去現場 組裝很快 又像梁又像柱子的結構 擁有水電空調專長的魏良室 也是慈濟人員會的小組成員 這間位在慈濟關渡園區的組合屋 在設計上別具巧思的結構體 就是出自它的構想 熱氣是從上面排掉 然後從旁邊進來 就是冷風可以從側邊進 然後熱氣上面散 對 所以它這個半圓形的好處就是 熱氣可以集中在上面 所以我們上面有這個氣窗啊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熱氣就很 所以它是可以往上撐是嗎 對對對 這是轉的嘛 這轉的 所以越轉它就越往上撐 組合屋最大的考驗 就是要容易組裝又能方便攜帶 如何設計出符合需求的內部空間 不但是個大挑戰 外牆構體也是大有學問 它是像魚鱗片這樣一片一片裝上去 所以它不會有漏水的問題 所以它這個好處就是 它有PE發泡的隔熱的效果 然後又有這個網子的嫩性 所以它抽不破 其實我們在台灣做組合屋 其實做了很長時間 那其實挫折感很大 其實這一間我超滿意的 但是其實上人進來看可能不到10秒 他就出去了 一句話都沒有講 你就頭低低的出去 知道說這個沒有過 對 然後你知道很多挫折 你知道嗎 你常常會想說 算了算不要做了 因為不知道怎麼做下去啊 然後到後來上人說 這個組合物要送到新巴威去 我覺得超高興的 總算受到肯定你知道嗎 然後你第一次看到那個 光是骨架上來 在新巴威的第一間 組合教室的骨架站起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骨架對我來講 是很熟悉的 看過很多次 但是它的背景是在台灣 那第一次看到這個熟悉的骨架 背景是一堆黑人在那邊 你說好感動 原來這個已經出來到國外了 然後可以發揮它的良能 2013年7月 魏良旭結束經營25年的公司 全新投入志工工作 簡單過生活就是他現在 每天的快樂泉源 做生意的快樂就是 就是一筆生意 一個工程結束 然後那個小姐給我 那個結算報告 我看這麼多錢 那種快樂 對 只有那個時候比較快樂而已 對 那現在的快樂不一樣 現在快樂你每天做事情 比如說我們去演一個短劇 我跟他們說假如有一個人 因為看這齣短劇 而他得到感動 他得到啟示 你都覺得很值得 你就是 你那種快樂是 你每天都覺得很有意義啊 八年前的無常 正式敲醒他的一記警鐘 我那時候我覺得很警惕是 那是一個無常 讓我的眼睛看不到 但我一直在想說 假如是那個無常 是讓我這個命休掉了 就要走了 我會什麼想法 我那時候想法 假如說當時 八年前的那個無常 是 我就要離開這個事件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會有很多的後悔 我一定有很多後悔 我一定有很多後悔 是我沒有努力的 做直擊 假如八年前的那個無常 是這樣 我一定有很多後悔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 下一次的無常來 我一定不要後悔了 單眼看世界 魏良旭 用心眼放大視野 也因為放下 不再執著 每分每秒 都能是無憾的人生 是啊 人生最大的懲罰 就是後悔 所以魏師兄現在 每天都活在當下 對啊 所以我後來 進來實際以後 我覺得說 其實說真的 我們已經夠幸運 能夠生在這個時候 的台灣 嗯 然後只要我們肯努力 我們基本上 衣食無缺 對嘛 那其實說起來 這個富人一餐飯 窮人半年兩嘛 是啊 那其實我們不思 一點點對需要的人來講 它是有很大的收穫啊 嗯 那你自己快樂不如 讓更多更多人快樂 更有意義啊 嗯嗯嗯嗯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對啊 所以要 散播歡樂散播愛 對 所以你看影片中講的真的 讓我們也蠻心酸的喔 尚人看到您這個 跟大家共同創意 做成的這個組合屋啊 尚人這邊看不到十秒就出來了 當時的心情我想 非常的沉重 對對很沮喪 但是當您 看到這個星巴威的 自由小學的簡易 叫做站立起來的時候 您當下的反應又是如何 我好激動 我第一次就是看到我們的那個 骨架立起來的時候 我就好激動 有張照片是看你站在 星巴威的大石頭上喔 然後看你是在拍照的樣子啊 嗯 是在拍照還是 對 有的拍照也在哭啊 因為那天就是你看到 七間那個組合屋已經站起來了 然後看到旁邊那一個畫面是 那些孩子本來他們在上課的那個 那個棚下 兩邊一個對焦 然後你看到那些孩子他們 他們充滿著希望即將要進 可以到我們給他的那個 那個組合教室裡面去上學 嗯 他可以不用 不用這個怕 高峰下雨 曬太陽 嗯 然後可以讓他們安安心心的 在裡面上課 嗯 你會覺得說其實 怎麼辛苦都值得啊 嗯 兩相對照喔 嗯 跨現現啊 就像您 進詞季前 進詞季後的改變 也截然的不同 特別是上人的一句話的勉勵呀 讓你現在當起的接送菩薩 一大早啊 天未亮 resolved 昨晚朦朦就成終喜勳法祥 載大家一起來關渡元區 來精進 因為我之前其實 嗯 因為包括去釋巴尉啦 去海地啦 嗯 去法國啦 其實你看到很多本地 當地的志工 嗯 然後他們其實 他們 我在釋巴尉也聽過 我在海底也聽過當地的志工 他們都說 他們好希望能夠 聽得懂尚恩在說什麼 我自己在想說 那我們這麼有幸 可以聽得懂尚恩在說什麼 怎麼我們這麼不懂得 去把握音源去聽呢 去聞法呢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慈濟人 是有夠幸福的啦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有機會 聽聞尚恩在說法 其實尚恩的法 就像水一樣嘛 法屁如水 他能夠敵心過嘛 我們看到了 魏師兄 真的就是 過去或許追求世間財 不過他現在更了解 財產五家共有 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當下 如何讓自己在慈濟裡面 蛻變成長 這個過程除了 等一下高師兄可以繼續見證之外 他的姐姐啊 我們的魏姓娟師姐 錄了一段話 要來見證你喔 我們來聽聽看 我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他就回我一句說 內舉必親 就這樣回我 然後我就說 那你現在 我是姐姐耶 他說我現在髮濃於血 就髮親濃於血親 喔喔喔喔 好我也聽懂了 所以我就不再說了 梁旭這幾年的改變喔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家人看在眼裡都覺得很安慰也很開心 因為以前他的個性很執著 而且脾氣也不好 那很多事情我們很怕跟他溝通 我們要給他一點點愛他會生氣 他會不開心 他會覺得說 你們給我自由好不好 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要給我那麼多 然後讓我覺得我有壓力 他現在 真的是成為上人的好地界 尤其這兩三年來 我們真的是看到他很徹底的改變 那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逆境 我覺得他都有法 所以很快就能夠過關 我希望他身體健康好好照顧自己 那因為走菩薩道要走很長的 一定要把自己照顧 身體照顧好 那當然現在他 我相信他的灰命也一直在累積 可是我覺得自己的身體能夠照顧好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接引更多更多的菩薩 就成如魏志兄的姐姐 信娟師姐講的 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還要慧命增長 他說你過去執著 過去執著沒有 這都不用說了 因為我們這次都看不到 看到的事 是成如上人的祝福一樣 因為如果你有看防曹碧臉 你就了解 過去他們家就是為了要能夠傳真 傳宗接代生一個難的這個事情 再苦惱著 當然讓楊迅師兄壓力也很大 但是上人的開示 讓他們如醍醐灌頂 上人說 生男生女不重要 生菩薩比較重要 你都彷彿是個菩薩化身 過去可能沒辦法 這次了解 上人所說的菩薩 那不是泥塑木雕的 是可以真正走入人群當中的 包含高師兄也是啊 在我們 炒丹村那邊也能看到嗎 金山之家必有余慶啦 一名黑漏二名啦 這位少年家 你有什麼要把他拿出來 還要把他抗拒 沒有啦 他就是他的根據也是有慧根啦 第一個是他過去是執著啦 現在是堅持啦 執著是錯的啦 堅持是真理啦 川江夫勃感情啦 尤其兩位都是這個 國際慈濟人道援助會啊 我們簡稱人員會的 諸屋組的成員嘛 過去您跟著高師兄 不管去貴州去甘肅啊 幫很多人 建立了這個遮風避雨 安生立命的家 而現在啊 五酌二世啊 三界如火宅啊 則是要鼓勵大家 要趕快 如果讓人間的淨土早日重現 就是要靠法 沒關係透過 您每天陳總體訓法箱 或者是在台上演藝 鄭愛田劇團啦 都是希望 讓大家更能夠 簡單佛法生活化 對於未來 你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咧 盡量跟緊上你的腳步吧 兄弟上一期望我們做什麼 就努力去做啊 對啊 我想應該 更廣泛的去 對我們的職業更廣泛的了解 然後能夠接引更多人 進來一起來請菩薩道 OK 最後啊 這個魏師兄啊 過去愛的足跡啊 做一個整理啊 不管是跟著高師兄到貴州 甘肅等等大陸神州的地方 或是星巴威南非海地 印尼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菲律賓 美國 日本 都有魏師兄愛的足跡啊 不過今天透過大愛的 衛星傳播啊 他的故事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啊 真的是把握當下 行善行孝不能等 大笑就是讓父母給我們的身體 來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我想魏師兄做到了 高師兄也做到了 感恩兩位今天來 布施生命的故事 感恩 祝福你 今晚看清看明 驚路驚在公民路 感恩 感恩 感恩